作為一個擁有著輝煌燦爛文明的古老國度 印度也是當今世界上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之一 但是 源遠流長的文明和非族發展的經濟 並沒有使印度婦女的地位和權利得以保障 然而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 印度卻誕生了被稱為印度鐵娘子的女政治家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甘地1917年生於印度 全名英迪拉普里亞達西尼甘地 雖然作為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女兒 但是 英迪拉自出生之日開始便過著無比艱難的生活 英迪拉小時候 父親正忙著和聖雄甘地 聯手推動印度獨立運動 尼赫魯曾先後被捕八次 在獄中關了九年 所以 小時候的英迪拉只能從母親身上得到關愛 正是由於這種動盪不安的成長環境 使英迪拉養成了極其獨立的性格 也正因為這樣殘酷的經歷 使她將爭取民族獨立的信念深深印在腦海 在1929年時 12歲的英迪拉以印度神話故事 《羅莫嚴娜》中猴王哈努曼的故事為樣板 創建猴子軍 並召集了一批同齡的孩子 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做蒐集情報 傳遞消息的工作 之所以取名為猴子軍 是因為在印度傳說中 英雄羅莫在和惡勢力鬥爭時 曾得到過猴子們的幫助 據說 英迪拉這隻小猴子還經常幫父親轉交文件 給其他參與獨立運動的鬥士們 動盪不安的生活使英迪拉不斷走向成熟 也使不斷帶給英迪拉生活慰藉的母親 因操勞過度 常年臥病在床 1936年 英迪拉的母親卡麥拉在與病魔掙扎多年以後 因肺結核逝世 那個曾帶給生活全部慰藉的母親不在了 從此以後 英迪拉唯有勇敢的直面人生不再慰懼 那年英迪拉19歲 隨後她先後去歐洲和英國的知名大學讀書 因為成績差 她最後連一個學位也沒拿到 不過 在這一時期 英迪拉廣泛閱讀各種書籍 大大開拓了眼界 更重要的是 在留學期間 英迪拉遇見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費羅茲甘地 兩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排除種種阻礙 結為夫妻 印度獨立後 英迪拉和丈夫度過了一段相當美滿的婚姻生活 但是 沒過多久 英迪拉帶著兩個兒子去了德里 因為她的父親尼赫魯剛剛當選印度首位總理 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在丈夫和父親之間 英迪拉毫不猶豫地拋棄了老公 選擇了後者 在德里 他既是尼赫魯的私人助理及看護 還經常陪同父親參加各種活動 出訪國外 整日忙得不可開交 夫妻之間聚少離多 感情自然就淡了下來 但在1952年 印度舉行第一次大選 英迪拉的丈夫費羅茲沒有與岳父商量 就自行參加了競選 而且還站在了尼赫魯的對立面 費羅茲的政治觀點比較激進 尼赫魯則屬於保守派 費羅茲成功當選後 也定居了德里 但他拒絕住在岳父家中 而是另找了一個房子 當他想讓妻子搬出來和自己一起住時 英迪拉拒絕了 理由是他要照顧自己的父親 費羅茲的失望和憤怒顯而易見 此後數年 費羅茲迅速在政壇樹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他揭發國家保險業的醜聞 使得尼赫魯當時的財政大臣被迫下臺 接著又支持尼赫魯的對手上臺執政 迫使英迪拉運用各種手段 才勉強將對方的攻擊壓制下去 在一連串的對抗爭鬥中 兩人的婚姻其實已經瀕臨破裂 之後 費羅茲因心臟病發作 住進了醫院 得知此事後 英迪拉迅速回到丈夫身邊 無微不至地照顧她 夫妻感情終於有所好轉 可惜的是 當英迪拉陪父親出國訪問的時候 費羅茲因心臟病復發 離開了人世 在英迪拉以後的歲月中 他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婚姻不幸 可自丈夫去世後 他的眼中始終有股濃濃的悲傷 沒過幾年 英迪拉的父親也去世了 印度新總理夏斯特里為了制衡對手 邀請英迪拉擔任廣播大臣 直到1965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開戰 印度人民陷入了無邊的擔憂和迷茫之中 為了鼓勵民眾 英迪拉拒絕別人的勸說 特地跑到距離戰區很近的地方度假 在那裡 他重整了當地政府機構 還邀請了很多媒體前去訪問 這一舉動雖然十分冒險 但對消除民眾的困惑非常有效 還極大地提高了戰士們的士氣 英迪拉也因此被稱為一群富人內閣中唯一的男子漢 第二年1月 夏斯特里總理突然去世 印度國內再度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 兩大陣營為了不讓對手上位 都轉耳支持英迪拉競選總理 結果 英迪拉就這樣成為了印度的第三任總理 同時也是印度第一位女總理 繼位初期 英迪拉小心翼翼 處理政事時極為謹慎 大家都認為她缺乏魄力 不少人對她的能力持懷疑態度 但是很快 英迪拉辦事越來越剛毅果決 處理問題時雷厲風行 雖然有很多人對她實施的政策持反對態度 但她作為領導人的能力卻再也沒人敢質疑 英迪拉在位期間實施了不少受民眾讚揚的舉措 比如 廢除印度各州大軍的特權 制定新的國防 外交策略 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 成功擊退美國在孟加拉灣的軍事行動等 除此之外 她還積極開展農業改革 正是在她的領導下 印度從饑荒頻發的悲慘經濟中走了出來 終於吃上了飽飯 但是 英迪拉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印度的貧窮問題 國內經濟依然處於危機之中 在政治上 也因為她手段強横狠力 使得各派之間的矛盾愈加激化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 英迪拉形勢越來越專橫 政策越來越激進 因此 她的反對者也越來越多 1975年 很多著名人士站出來反對英迪拉 她的政敵們也利用民眾的不滿 在國內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示威後來就變成了騷亂 議會和英迪拉的住處被包圍 人們強烈要求英迪拉下臺 英迪拉沒有服軟 她認為這個時候如果自己真下臺了 那就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很快她便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示威被鎮壓 敵對者被清理 媒體被控制 大選則被無限期延後 這種緊急狀態政策一直持續了19個月 在此期間 印度的財政狀況大為改善 農業和工業生產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另一方面 英迪拉推行的一些政策也引起了民眾的極大反感 比如強制絕育 印度早在1952年就提出了人口計劃 雖然男性做絕育比女性要簡單 但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女性去做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 英迪拉開始進行強制性絕育政策 被迫接受絕育手術的主要是底層窮人 警察們封住村莊 村裡的男子被硬拉到手術台上 據統計 當時一年內就有400多萬印度男子做了絕育手術 這幾乎是二戰時受納粹迫害絕育人數的15倍 而且 由於各地的醫療水平差距較大 有無數人因手術事故喪命 還有很多人被術後併發症所困擾 雖然初衷是好的 但英迪拉過於強硬的手段引發了民眾極大的不滿 在隨後的大選中 英迪拉慘敗 她的對手德塞成為了新總理 不過 新的政府並沒有讓民眾滿意 1980年 63歲的英迪拉再度被選為總理 雖然年齡不小了 但英迪拉的手段卻依然強硬 甚至比以前更偏執 更多疑 以至於除了親生兒子 她不再相信任何人 她千方百計地為小兒子鋪路 想讓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 但不幸的是 小兒子因飛機失勢 隨後她又將全部希望寄託在大兒子身上 英迪拉的大兒子熱愛的是航空事業 當時她已經是一名優秀的民航飛行員 而且在母親把她召回來的時候 她已經娶了一個澳大利亞的妻子 至此 英迪拉成功地將大兒子推上了政治的風口浪尖 不過 如果她知道大兒子今後會遭遇跟她一樣的被刺殺的命運的話 不知她會做何感想 將大兒子召回之後 英迪拉繼續進行著自己的政治戰爭 只是令人沒想到的是 身邊最信任的西克教警衛竟然背叛了她 據悉 早在英迪拉任總理的初期 西克教教徒就一直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益和尊重 由於和印度教格格不入 他們經常和印度教教徒發生衝突 人數眾多的印度教教徒希望政府能夠出面保障他們的安全 1984年6月臨進大選 為了在民眾面前樹立良好形象 也為了贏得更多人的支持 英迪拉命令軍隊攻入西克教的基廟 這次事件導致646人死亡 4712人被捕 這下西克教教徒被惹惱了 褻瀆聖地 屠害教徒 這些賬都算到了英迪拉的頭上 一些西克教極端分子揚言要除掉英迪拉 出於安全考慮 當時的總理府安全顧問曾經將英迪拉身邊的 所有西克族警衛職員調走 但英迪拉認為這樣做會導致印度教和西克教的矛盾更加劇烈 又將他們重新召回 並且確信自己不會有危險 同年10月底 英迪拉正在總理府中處理證物 他身邊的兩個西克教警衛背叛了他 英迪拉當場死亡 享年67歲 這個消息傳出後 引起印度國內暴動 無數西克教徒無家可歸 甚至橫死街頭 英迪拉統治印度16年 雖然備受爭議 但他對印度的貢獻也是毋庸置疑的 縱觀英迪拉甘迪的醫生 這位性格孤僻 勉腆又雷厲風情 處世果斷的政客 醫生除了政治盟友外 再無私交 英迪拉在遇刺前曾說:「我一生都用來為人民服務 即使我死了 我相信我每一滴血都會用來補育印度 讓它變得更加強大 可是對於印度人民來說 英迪拉的離開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如果非要對這個醫生毀於參半 追逐理想的鐵娘子做些評價 我想印度人民口中越來越多的印度國母足以說明一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 請看更多內容 選 主要 ISBN 選 主要